中华足协国际邀请赛一日在台北田径场开打 世界排名118的菲律宾上半场由杨哈斯班混血兄弟党哥哥詹姆斯 James Yannasband助攻弟弟菲尔 Fell Yannasband先持得点在于下半场攻入三球以3比1轻取辽国 七开得胜哈斯班的兄弟为英飞混血儿都发迹于切尔西清训系统 自2006年开始代表菲律宾国家队出赛 弟弟目前更是菲律宾队长与出赛 进球记录保持人对辽国他在第35分钟接获哥哥助攻 再将自己保持的进球记录增加至48球 辽国箭头森维雷 Chassila-Sangile受伤退场攻势明显下降 下半场开赛不到一分钟 菲律宾就由古拉多Angelo-Alleguer-Gorado过人射门建功 并在中场前再下一城也让辽国不时阶段的进球成为空想 本届中华足写邀请赛共四队进行循环赛 但中华队原定一日对手东地位因印尼阿贡火山喷发 影响东南亚航线未能及时抵达台湾 中华队与东地问之战役至四日晚间七时进行 菲律宾目前一胜在首取得三分积分 三日晚间将与中华队交锋 中时电子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